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四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公平紐約咖啡能有效扶貧 對賽雙方為政方崇禎書院 對反方姓氏提反書院 先為大家介紹雙方的辯論 政方主辯梁希宜 第一副辯蕭豪欣 第二副辯梁卓熙 以及結辯朱詠芝 反方主辯張怡安 第一副辯葉正妍 第二副辯黃小榮 以及結辯邵欣妍 再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 華英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賴採賢先生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辯論隊老師彭偉興老師 以及保禄陸世書院中文辯論隊教練黃絲同志姐 本場比賽會分為主電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 以及結辯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四三三四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三十秒將有一叮提示 叮 九鐘則有兩叮提示 叮叮 超時十五秒則會連叮三下 叮叮叮 解釋本人將會提醒評判扣分 明白到網絡有遲緩 甚至可能聽不清楚中心的情況 當時叮叮我都會再加以手勢提示 在這裏提醒 既然有責任去留意螢光幕 也建議你們不要用盡十五秒的緩衝時間 其餘的詳細賽規先前都比過兩家學校 想請問雙方主面對比賽賽規有沒有任何問題 沒有的話比賽正式開始 現在請正方主面發言 要四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鏡頭示意 三、二、一、叮 三、二、一、叮 既然有花同學正在各位大家好 要深次見題先由兩組光面紙影出發 第一扶貧 事由上 咖啡作為全球第二大加役量商品 加役量錦始於石油 通過香港的消費數據 咖啡經濟總值高達每年四千億港元 但全球二千萬名咖啡龍會出於中窮 在電視努力模式下 咖啡豆價格有市場界歷 大陣大企業投機產卖 令龍會收入甚至比成本低 搶於熱熱 令咖啡龍會成為平衡 美國公平交的公司 Traspair UCSC 指出 全球咖啡龍正處於地剝食狀態 平日公平然咖啡零售價可以賣到每房百元 沒那麼大咖啡龍會之間 在本貨咖啡中 賺取兩毫半美元 情況趕衰果時 第二 公平賣的咖啡 為輸入咖啡龍會困境 社會開始將公平賣力 概念引用到咖啡商品 借於國際公平賣力標準聯合客 開始第三期 咖啡生產國家的工作與社會環境 台灣公平賣力 會不會指出公平賣力模式補證 咖啡小龍有能力 維持生計 一方面令農民免受價格波動傷害 另一方面可以改善多次駕駛 因此隨著公平貿易概念的佔股 及更多農務受惠 包括台灣正式科技大學研究 在全球58個國家 超過700萬名農民 與工人覺得來自公平貿易活動 生活會改善 我所需要強調 建提討論的是 公平貿易人手有助市場 因此建提行為標準 在於公平貿易咖啡的兩種體驗 提供和運用一個改善生活的機會 我方紮成建提院有二 第一 地面模式浪漫 體清生活素質 在接種某種模式下 小龍戶無異價能力 新人接受生產面上不同持續者的漠償 最後付出最多的咖啡 和最少的利益 相反 在公平貿易模式下 和戶收入獲得保障 生活水平更加穩定 如果公平貿易公司 採取USA等一份報告展出 同門可以獲得保障收購監 令多利盧護術 連收入上升職業股 由500元左右 上升至2000元領元 以著財公司為例 在2013年出用的領族品質計劃 獲得充足不可認證 這次計劃 這次計劃 會有些雜音 和完全聽不到 有些不斷噁噁噁噁的情況發生 所以主席和評判都會有這個問題 會否可以重新離開 因為其實收音的問題 當然有點差 不好意思 各位 各位 我中間也有幾秒 突然間沒有了 我想請問三位評判 你們可否同意 可以讓政方主任重新 多次發展 同一時間 請政方那邊 你們可否再試一試麥克風 不好意思 主席和評判對賽 現在會不會清楚 還是有一點點音調 突然間聽不到 會不會分辨 如果政方的同學坐下 會不會更好 因為我覺得 可能是電話收音 收得不太清楚 如果你坐下 打同學的距離近 可能會更好 因為我聽的時候 也有些地方 是聽得不太清楚 如果這樣 是這樣 好嗎 謝謝你 謝謝 不好意思 麻煩了 不好意思 試一下 或者我重新 我數三千之後 開始計個字 你可以由頭開始發言 好 但我收一收 可以了 三、二、一 叮 評判主席 有方同學著作 各位大家好 要心事變態 先由兩組關鍵字眼出發 第一 扶貧 事實上 咖啡作為全球 第二 交易量商品 交易量量始於石油 根據香港樂師會數據 咖啡經濟總值 高達每年四千億港元 但全球二千五百名 二千五百名 五萬名 咖啡農戶 退越 更窮 在直接貿易模式下 咖啡島價價由市場皆定 加上大企業投機炒賣 令農戶收入 甚至比成本低 從而而言 令咖啡農戶成為貧窮戶 美國公平交易公司 Transfair UCCA指出 全球咖啡農政處於被剝削狀態 普遍而言 咖啡零售價可以買到每磅百元美金 但咖啡農戶只能在每磅咖啡中 賺取兩毫半美元 情況急需改善 第二 公平貿易咖啡 為輸完咖啡農戶困境 社會開始將公平貿易概念 形容到咖啡商品 借於國際公平貿易標準認可客 改善第三次價咖啡 生產國家的工作與社會環境 台灣公平貿易委員會指出 公平貿易模式保證咖啡小農 有能力維持生計 一方面令農民免受價格波動 傷害 另一方面可以改善多年社區設施 因此隨著公平貿易概念一戰普及更多農務受惠 根據台灣正修科技大學 研究在全球五十八個國家 超過七百萬名農民餘工人 獲得來自公平貿易援助 生活獲得改善 我方須要強調變態討論的 在公平貿易能否有了扶貧 因此變態行能標準 在於公平貿易咖啡能否提供農民改善生活的機會 我方贊成電台原因有二 第一避免剝削農民提升生活素質 在直接貿易模式下 小農民沒有意見能力 只能接受生產鏈上不同持貌者的剝削 最後付出最多農力的咖啡農獲得最少利養 相反在公平貿易模式下 農戶收入得到保障 生活水平更加穩定 美國公平交易公司Transpair UCCA同一份報告指出 農戶可以獲得保證收購金 令當地農戶連收入上升四倍 由五百元美元增加至二千元美元 由於Jotter公司為例 在2003年推動開展永續品質計劃 獲得公平貿易認證 議事計劃已有超過六萬名農戶參與 平均收入被沒有參與計劃農民高出近三成 由此可見公平貿易令農民得到應有收入 加少受剝削機會 翻問有一方 公平貿易下農戶收入多了 是有了定無作出份呢? 第二,加速社會發展 擺脫貧困警方 在未有公平貿易模式前 公平貿易模式之前 小農戶被剝削 連自己的生活都改善不到 社區環境更加不可能有提升 反觀推行公平貿易模式後 咖啡龍除了獲得保證收穫金更有社區發展 以斯里蘭靠為 當地公平貿易農民 支援組織主席 坦然 社區發展金大大改善 社區條件可用於農業發展 社區及經濟發展 環境保育教育設施四方面 當地農戶已經透過公平貿易獲得超過1.5億優元 社區發展金領100名 160萬名 生產者及通人受惠 有之可見 無論在個人層面還是社會層面 公平貿易模式 公平貿易 咖啡同樣都有了 成方主便發展時間為3分42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請反方主便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用鏡頭示意 3、2、1 丁 主席評判作為各位 大家好 剛剛郵芳有說過 公平貿易的價值可以保障到他們的生活質素 但郵芳分略了公平貿易的組織是不保證收透量的 若然市民上的公平貿易咖啡制銷 農民的貨都賣不到出去 那又如何談到收購價呢 還有剩下的貨品 公平貿易組織都是要靠瓦榨的方式去買出的 所以瓦榨這種方式算不算是魔術和不公平呢 故此今天要行兩遍題 就要視乎為公平貿易咖啡所投入的資源和實際扶貧的效果是否對等 若然不是的話 就不稱得上有效扶貧 我方認為不能夠 原因有二 第一 申請程序昂貴 農民無法受惠 要獲得公平貿易的標籤 就要得到國際公平貿易組織的認證 而取得認證必須符合兩大貼件 農民在種植過程必須符合機構的標準 以及需要支付認證費用 以一間有25位農民和5位工作人員的中小型企業為例 首年申請費用就接近4000歐元 即高達33000港幣 除此之外 每年還要付22000港幣的續會費 農民不單止要面對高昂的認證費用 申請認證的時候還要填大量文件 而從事農業的人教育水平都調低無法輸水文字 難以填寫資料表格 加入公平貿易組織雖然可以保障基本收入 但在申請過程困難重重又繁複又昂貴 最終都是會拉高成本 結果就是左收入右收出 無法達到有效的扶貧 第二 所以咖啡質素標準不一 產品參差、客人樓室 市面上有很多自稱公平貿易公司 包括香港的公平貿易聯盟 但這些公司對咖啡品質的管控 和產品的質素標準都不一 市面上公平貿易咖啡的質素得不到保障 加上咖啡豆有很壞的分別 但公平交易的制度 就是提供了或一的收購價 促使種植者透過這個管道 出售低於1.4美元的咖啡豆 低質素的咖啡豆 就是渾水沒有可以這樣流入市面 令消費者失去信心 有一項公平交易咖啡的消費者調查 就指出 只有10%的調查隊長 願意付出高於普通咖啡豆的27% 即是目前市面上 公平交易咖啡豆的價錢去求買 公平貿易咖啡素質沒有保障 加上價格又昂貴 導致銷量極低 所以達不到扶貧的效果 還有想問一下友方同學 如果有一瓣200元的公平貿易咖啡 和一瓣80元的普通咖啡 你又會怎樣選擇呢?多謝 反方主便發言時間為2分57秒 我過時無需求分 接著是到台上發問環節 先會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言時間為1分鐘 反方主便會有1分鐘時間預備 然後1分鐘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時間一樣 在限時前到達15秒 將會有1釘提示 叮 夠鐘則有2釘提示 叮叮 然後便會到反方派出位台上便員 向正方主便提問 在此請評判要留意 裁寫分數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 這次發言次序會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我們有請正方派出位台上便員發問 有1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請考慮坐下來 我免得一下 可以請坐下來 可以請坐下來 沒有請看 各位大家好 剛剛有分主片一開始就跟我們說 不保證收購量 但是有分行現況下都不保證收購量 又不保證收購量 所以就無效扶貧 現況下我們現在可以保證收購量 所以就有效扶貧 更深的是今天有不同的企業 現在都採用公平貿易之下的農產物 所以有分行的擔心根本就是多餘 相反有分行你說要確保收購量 所以他無效扶貧 你就要跟我說 為什麼他們不會依從消費者的喜好 去採購一些公平貿易之下的咖啡農產物 更深的是聽完有方同學的開辯 有方法對辯題只是覺得公平貿易補助不足夠 但有方同學你很不合避 因為辯題是有助 所以無論多還是少都可以改善生活 就是已經輔助貧窮已經成立 有方是否公平貿易要做到辦法消滅貧窮 有方才覺得可以成立辯題呢 多謝各位 反方註明已經有一分鐘的預備時間開始介紹 S عل� S mãe S S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反方准备回答,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整个镜头示意 3,2,1,叮 有方刚刚跟我们说,这个公平买的咖啡是有助扶贫,我们的确都认同,但是你们不以为了有助不等于有效,我想问一下,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这样想,是不是买多了一杯咖啡都算是有效扶贫呢? 接下来到反方提问,请反方派出台上原发问了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整个镜头示意 请问一下,请问一下,是否清楚 3,2,1,叮 各位大家好,有方今天跟我们说了很多在收入帮助到农民上的东西,但有方知不知道加了公平买入之后的农民每年收入才达到4000-8000港元的港元不等 换句话说,他们被扶贫了之后的收入去计算,都要不吃不饮料才可以加入到俄方主编所说的门栏 可想而知,那些公平买入组织要承诺的经济上弱势以及被边缘化的人是怎样被帮助呢? 何来有成有何来的成本和今次加入这个组织呢? 所以想问一下有方,觉不觉得现在的门栏过高呢?多谢各位 正方主编已经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开始计时 谢谢大家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请警方处便回答 给他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两个镜头示意 是可以的 3,2,1,丁 听门主翼 大家好 有700万名农民受惠 为什么门槛这么高呢 门槛为什么不能调低 各位 有方承认有助扶贫 但不代表有效 我方就很疑惑 为什么 什么才是有效呢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有请 警方第一负面发言 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准备好镜头示意 可以 3,2,1,丁 评判主席 各位 大家好 刚刚发声完有方堂的立场 来到一份位置 看看有方堂的论点 有方说 有了公平贸易后 认证成本高 但是首先 有多少成本会转价 在商户手中 有方堂从来都没有交代过清楚的数字 其次 若然成本价过高 令到农民继续被受剝削 为什么连公平贸易委员会都指出 可以调高保证收购价格 以可可的价格为例 公平贸易组织 因为农民的成本高 而就市场的情况 将保证的收购价格调高了20% 根本就不存在有方堂的担心 其实今天我方前场都指出 在全球有近58个国家 有超过700万名的农民 我觉得来自公平贸易的援助 单继着筹公司公平贸易计划 有6万名的咖啡农民可以参加 因为认证成本和门栏 真的好像有方堂说到这么高 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农民 可以参与公平贸易呢? 第二,今天有方说 没有商家会买 公平贸易的农民 农产物 但根据英国《泰文时报》对 英国咖啡店做的调查显示 54个百分比的消费者希望 咖啡店可以关注社会责任 消费者最希望咖啡店重视的社会问题 就是确保发展中国家重视的 咖啡农民有更好的收入 英国商家就是跟着 消费者的喜好 所以消费者普遍都会选择跟从公平贸易 手则去做的咖啡店 而商家就会跟从 消费者的选择未来只会更加多 一次就不会出现没有商家码的情况 反问有方有多少个商家是不会跟从 消费者的选择呢? 更深的是 刚刚在台上发问的环节 有方和我就承认了有助 可以扶贫 但是呢 之后又说 其实是无效的 但是呢 什么为之有效呢?有方麻烦你交代清楚了 今天呢多了钱给他们有助 有方同学也承认了有助 但是呢又说无成效 所以说穿了有方同学 是什么呢? 自伤麻囤自打嘴巴 最个位要看公平贸易有没有效付贫 可以看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个人 农民以往都缺乏教育的机会 我方主编都指出 社区发展金主要用于农业发展 社区及经济发展 环境保育教育设施事方面 换言之 农民有基本收入保障岸 在社区还有钱为他们改善生活环境 不是单一扶贫 而是大规模 提供教育机会正正 就是职民的用点直接的方法 提供脱贫最好的机会 夫人大学 社会企业研究中心 资深教授都指出 我们消费就是帮助贫穷国家收产者 保证他们可以吃得饱 包括而可以接受教育 而且除了工事之后 其他全部都叫做基本成本家 第二社会 刚才我方都指出说 商家会跟从消费者的喜好 去选择公平贸易的方式去营免 从而帮助到整个社区 最后简单问一方 无论对农民自己 还是对整个社会 都可以提供脱贫的机会 为什么我们要压杀他们脱贫的机会 多谢各位 正方第一负面发现时间为 三分零百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去到反方第一负面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整个镜头示意 请问大家清不清楚 三二一丁 再问大家 其实今天来到一副听完主席主辩的发言之后 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有方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问题 他跟我们说 今天他们要审视辩题是要审视他们怎么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基本 但这件事情我想请问一下你 今天的辩题是能否有效扶贫 这些不是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问题吗 有方今天跟我们说我们要给到论据 为什么这个比如说标准 机电是什么 但我想问大家 今天辩题你作为正方 你是不是需要论证一下他们怎样有效扶贫呢 我们现在我们所谓的定义其实已经主辩的环节已经提过了 就是说他们投入的资源和实际的扶贫效果是需要对等的 所以今天总结有方犯了三个大问题 第一他们跟我们说基建社会发展金很好 但现况是什么呢 72个发展中的国家只是有四个诊所 五家学校建了出来 有方今天说得很好听 但在这样的现况下 成效是这么小的时候 那你怎样去论证到这一件事是好呢 第二他们跟我们说保证金的问题 说收购最低的价格是由1.41美元 但是公平贸易价格根据不同品种 成本是由1.35美元 甚至更加部分是由2.6美元 由此可见农民的成本这么高 加入了之后都是没有利润 所以有方又说可以调高的 现在正是理想化了变题 说了大多官免堂皇的说话 说他们方针上面有多好 做现在他们讲到实际上有多好 但只不过做就容易 做就难 讲就容易 其实在最低保证收购价格条文下 公平贸易规定每磅咖啡都保证收购价格 是市价的两倍 不少于1.26美元 可惜魔鬼在细节 条文是没有誓名到要将多出来的利润分给工人 变成这些利润的分法 就会由企业自行决定 而最后消费者给多了的钱 很大机会都会落不到最需要帮助的农民手上 而这个问题都在数据上反映了出来 有方今天跟我们说 现在是有很多的农民加入了 但是根据洛斯汇在2017年的数据 加入了公平外组织的农民 大约只有大约100万 全世界是有几十亿的农民 所以事实摆在眼前 加入了公平贸易组织的农民 大约有0.000多的百分点 这些是否就是有方眼中的有效扶分 第三 今天有方跟我们忽视了咖啡这个大重点 今天的辩题我们需要衡量的是 咖啡 公平贸易的咖啡 有方今天给了很多数据跟我们说 公平贸易有多好 最后就是一大堆 拿了公平贸易这个方针出来的一大堆 理想化了的农民同龙的数字 最后我想问有方同学 认不认同公平贸易的很多条文细致 都保障到最低基层的市民呢 还有为什么公平贸易的机制这么好 还只有这么少百分被农民加入 并且获得公平贸易的认证呢 多谢各位 反方一库 发言时间为3分连7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到正方第二库面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看镜头示意 可以 321丁 评判主席有方同学 各位大家好 来到二库位置 要总结双方分歧 可以由目的手段成效出发 先看目的 其实比赛双方都同意 咖啡龙闻力剝削的现状需要改善 分歧只是在于 用公平贸易模式能否做到 所以我们来下一步看手段 我方由主片开始强调 在以往直接贸易模式下 咖啡龙经常面对无理剝削 对于个人而言 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撒身计 有方反对不到 深深的是 由社会各国出发 不少留口地区都以武农为生 而埃塞俄比亚为例 全国五分之一人口都以种植咖啡为生 占国家出口六成五 但在直接贸易模式下 这五分一的努力收入极低 根本无能力改善社区环境 有方同样反对不到 相反 在公平贸易模式下 对贫同努务和社区而言 都是有利无弊 要签培训入买更众工具 要家屋甚至铺桥搭路 都可以依靠社区发展金 和保险收购金做到 简单问有方 不依靠公平贸易 单靠直接贸易 何时才能做到我方主见所说的四半年收入呢 所以来到以赴位置 有方只剩下以下之二 第一 有方说执行性问题 首先有方投赢不到世界上有七百万的农民受惠 所以有方担心是多余的 而且有效 无论是 无论成效是大还是小 都是代表有效 还有质疑 公平贸易保障不了 保障不够 令咖啡和文医与处业的贫穷当中 但我方主片都交代了 哪题是讨论有助 付贫效果多少 都可以论证哪题 其次我方前场都交出例子 有了公平贸易 年收入增加了四倍 是不是都是金额太少保障不到呢 更重要的是 公平贸易是一种市场机制 除了增加收入 更加可以保障市民的医家能力 再者 我方前场都清楚交代了 都清楚交出数字 超过七百万农业 参与公平贸易计划 单与现在有联储公司开展的 秉重品质计划 都有超过六万人参加 职业公平贸易是有方同学贸易得这么差 不能够助付货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联储参加呢 凡请有方不负交代清楚 最后不在成效 有方今天质疑公平贸易 可以帮助了联储多少 先不说我方前场给出 先不说我方前场给出 交代了 哪题只是讲运作 无论多 无论是多还是少 都可以成立典体 跟着公平贸易概念更加普及 成效就越来越大 我方不否认 可能在十、可能在五年前、十年前 公平贸易帮助不了联储很多 但看回年时状况 你的公平贸易咖啡进口量 在20年前的100倍 单靠Starbucks和Green Mountain Tovei 两间厂商 就进口过超过 八千四百万公平贸易认证咖啡 因此我方前场证明了 公平贸易协助的 百万咖啡能量增加收入 为什么这些有盘成效呢 叮叮 正方第二副便发言时间为三分零一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又请反方二副 没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好镜头示意 时米时米 三二一叮 主席评判有风同学在座位 大家好 来到二副的位置 不难发现有风同学今天最大的问题 就是误解了变题 变题是公平贸易咖啡 是不是有效帮助到扶贫 有风同学今天就说了 今天二副出来说 无论成效多大都是有效扶贫 想请问有风是否赚了一元就是有效扶贫 显而见就是不是 我方今天给出的标准是要需要可持续性的发展 而且他要付出的资源 是要跟他拿到对等的 但有风同学今天就开始说了 无论成效多大都是有效扶贫 我方从来都没有否认过 今天公平贸易咖啡 真的有助到有帮助到扶贫 但是有帮助就叫有效吗 有风同学今天完全没有论证过有助就等于有效 所以有风同学在今天的标准中就已经错误 然后有风同学今天又说 小龙现在有能力去维持生技 生活有改善 然后社会发展又好了 但是我方一副今天已经说了 现在只有四所学校和五间诊所 所以现在现实是完全 完全这个公平贸易就没有能力去帮助到社会的发展 所以今天有风同学说 去帮助社会发展这个是错误的 然后有风同学今天三番四次问我们 是有700万人 700万的农民 参加到了这个公平贸易 公平贸易组织里面 但是在诺诗会2017年的 数据指出只有100万人 参加了这个公平贸易 公平贸易组织的 还要不是咖啡农 是只有100万的农民 是参加了这个公平贸易组织 其实里面有多少是咖啡农的 我们都不得而知 但是事实就是完全没有七八万人那么多 有风同学没有拿这些资料出来 而运注 然后有风同学今天有骨灵汤组 有风同学跟我们说 可以改善到农民的处境 然后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个公平贸易组织 这个门栏高的问题完全不存在 那么有风同学有没有想过 我们这个标准有多么苛刻呢 首先要拥有一个农地 然后你还有很多很多钱才能入到 然后你还不可以在第三个角落 拥有农民与否都是申请加入公平贸易组织的 很大的标准之一 当然实际是农业用地的分配率是低之不均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世银表示纳米比亚3970万公顷的商业农地当中 有70%仍然是属于富商和欧洲人 巴西也是一样 10%的大型企业占了73%的农地 而这些农地有多少是属于真正的咖啡农的呢 可见世界十大生产咖啡的国家中 有两个都存在这种问题 今天公平贸易组织想要去扶贫 但是农民也想接受帮助 但是今天是农民又没钱又没地又不息子 又不是第三个角落的市 怎样才能帮到呢?多谢各位 下方二副发言时间为3分12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到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都各有两轮的发问 先请政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员 你会有1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轻的镜头置疑 sorry 政方的台下发问的便员 都是用同一个器材发问的例子 gener 或是用同一个问题 女人 都会有3分钟的时间 女人 都会有3分钟的时间 对 宜萍 大家好 有3分钟的时间 然后 其他人听到我说话的事吗? 宜萍 再给大家介绍 对 所有人都会听到我的话吗? 对 好 咁 正方的时间 好 正方请尽快派出一位台下便员 发问了电话帮助理想要在台下便员 嗯,聽不聽到? 好,3、2、1,叮! 各位大家好,有部和我承認公平貿易的咖啡可以補助到價格 不過擔心確保不到收購量,因為會制銷 但是沒有公平貿易的咖啡都可以制銷,為什麼是公平貿易的廢處呢? 有部一部說,不少的落後地區都只有幾間診所 但是扶貧是過程可以透過公平貿易慢慢改善 所以簡單問有方不透過公平貿易的1.5億社區發展金 農戶的貧窮情況是舒緩了還是嚴重了呢? 回到一分鐘的預備時間,開始介紹 今天就開始介紹一下日本織 supplemental關聯診 為特別是在牧場上的記憶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反方派出位邊緣回答,你會用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整容鏡頭示意 321丁 大家好,很感謝有方剛剛的問題 剛剛有方跟我們說現在有保障價格存在 有方知不知道保障價格會收購在那個價錢,但它不是保證會收購你的 即是說它過不了一些標準或者那個季節它不行的話,它都不會收購你的咖啡 事實是怎樣?這個錢它會收購在給這筆錢最低,保證會給這筆錢 但它不一定會買你的咖啡 有方第二又問我們今天覺不覺得現在是舒緩了? 沒錯,是舒緩了,剛剛我也引例了,建了幾間學校幾個診所 但是成效不將是共同知道的事實 你說到幾個美好也好,都掩飾不到它用了幾百億幾十億 都只是建了五間學校幾間診所 正正就是論證了今天這個成效極度不將和公平貿易的方針不好 有方也跟我們承認了這個保障量是比較低 所以多謝各位 接著我們有請反方派了一位台下電源發問 要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我進行一次 是咪,是咪,是咪 對不起,有點雜聲 雜聲 是咪,是咪 可能要近一點的,說 3,2,1,丁 主席,評判,在座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一直強調農戶產業被嚴重欺壓剝雪的問題 聲稱公平貿易保障農戶基本收入 支出有700萬農戶受惠 但提分今天的辯題 有方今天隻字未提究竟有多少咖啡農戶真正比有效輔助 事實上這個數字是少得可憐的 以全球咖啡生產量排名第二的越南為例 當地有99.8%仍然是散戶 只有0.07%是合作社經營 0.04%是企業經營 在沒有任何數據支撐的情況下 有方今天認為公平貿易能夠有想法 誇大了公平貿易 請幫我一分鐘的預備時間,開始計時 請幫我拍照 請便贏 請幫我拍照 方便來幫我發展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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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